这是Graham为librivox.org所提供的录音 唐诗三百首 卷一 第十首诗 诗名 家人 作者 杜福 绝代有家人 幽居在空谷 自允两家子 凌落一草木 关中习丧乱 兄弟遭杀戮 关高何族论 不得收骨肉 事情勿衰歇 万事随转竹 夫婿轻薄儿 新人美如玉 和婚上之时 鸳鸯不读素 但见新人笑 哪闻旧人哭 在山 泉水清 出山 泉水浊 势必卖诸回 千罗补毛乌 折花 不插法 彩帛动营菊 天寒脆秀博 日暮已修主 完 LibriVox的录音 都是宫中所有的